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,你母亲老了,也不可藐视他。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,安稳的住处,平静的安歇所。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何等甘美,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,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,直到如今。 以耶和华为神的,那国是有福的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,我再说,你们要喜乐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,我的诗歌,也成了我的拯救。 这是我的神,我要赞美他,是我父亲的神,我要尊崇他。 正因这缘故,你们要奉外的殷勤,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,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,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,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。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,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,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,我必成就,缴妇因儿子得荣耀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,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,只是他没有犯罪。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,因为看见了,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,因为听见了。 人若不看顾亲属,就是贝勒真道,比不信的人还不好,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 耶和华呀,求你医治我,我便痊愈,拯救我,我便得救,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 妇人,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,不连续与他所生的儿子? 即或有忘记的,我却不忘记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